第三百九十五集 耳边风声呼啸 不知道要下坠多长时间 哥们也不是神仙呢 不会腾云下雾 忍不住低头去找五老六 毕竟五老六是城隍 道法应该高深 能拉哥们一把也好 就算不能拉哥们一把 他要是先摔下去 给哥们当个垫子也行啊 可是五老六呢 我使劲朝下面看 朝四周看 愣是没有看到五老六 不应该呀 刚才那情形 明显是我俩一起 被赵铁柱身体里的鬼东西 给拽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如果我猜得不错 应该是赵铁柱的梦境吗 想到这儿啊 哥们就结结实实的摔地上了 大地有弹性 我只是感觉到身体微微一震 除了有些轻微疼痛外 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伤害 我爬起来四下看了看 此处一片荒凉 偶尔几棵树也都是光秃秃的 四周天空灰蒙蒙的 没有一点颜色 像是走进了中阴街 师父 师父 你在哪儿 别闹了 赶紧出来 哥们小声喊 摸了摸身上 锁魂牌 黄服都没有 连马甲里边的黄服 都没戴进来 我确定这是神魂出鞘啊 半点不敢大意 右手捏了个剑纸诀 一边走 一边呼唤五老六 喊了半天 也是没见到五老六 更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地方跟寂静岭似的啊 透露出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也不敢太确定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应该是照底柱的梦境 可一个人的梦境 怎么能荒凉成这个样子 小心翼翼地朝着前面 走了大概有五六分钟 突然就看见 天边挂了一轮圆月 老大老亮了 映射天地一片银白 前方二三百米左右远的地方 矗立着一棵大槐树 枝叶繁茂 风一吹哗啦啦直响 树下是背对着 这站一个女人 月光把她影子拉得好长啊 青色大衣 柔准长发 那身条应该是小青 难不成是小青 贴在我身上的连心扶起作用了 哥们高兴了一下 自己感觉到不对 真要是小青早就上来拧我耳朵了 还能背对着我 如果不是小青 没准就一陷阱 问题是哥们是绕着走还是试探一下呢 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琢磨了琢磨 觉得应该是先找五老六 让五老六打头阵那才是上策呀 于是哥们就绕着走 走了没多远 那棵大树就又出现在我眼前了 再次看到那棵树 哥们很是无奈 知道不管怎么绕 都绕不过去那棵树 显然有人挖了坑等着我跳 不跳 摁着我爹的跳 那就不如大的方方跳 于是哥们就大大方方的走了过去 离那个青色背影 还有三十米的地方停下脚步 然后我就是转着圈子走 想要看清楚背影的正脸 但不管哥们怎么走 那个背影永远是背对着我 将是设定好的 既然不让看 那就不看呗 跳坑没勇气 拖拖时间的勇气 总是还有 而且我相信 李玲肯定会想办法 何况还有小青和马老太太呢 只要时间拖得更长 肯定有人来救我 那我还怕啥呀 拖呗 背影不动 我也站着不动 轻声的念宗咒语 通名宝玉兮通幽名 通幽名兮之牛逼 有请吴老六 有请吴老六 念念叨叨的 吴老六 还是没有半点反应 那个青色的背影 反倒是沉不住气了 对我说道 浪总 你怎么不过来啊 声音是小青的 但我知道背影绝不是小青 不过对方能把小青声音学得这么像 还是让我一惊啊 不回话怕对方突然抱起 抱着能拖延一会儿 就是一会儿的念头 我开口说 哎呦 听你的语气好像认识我 你贵姓啊 别闹 我是你青姐啊 这么快你就不认识我了 哎不对 青姐我认识啊 会唱西湖美景三月片 你会唱吗 你要会唱 给我唱两句呗 要不会唱 你凭什么说你是青姐 青色背影听到我的话 身躯颤抖了一下 估计是没想到哥们 竟然要求他唱西湖美景三月天 本来故弄玄虚的挺像那么回事 当时让哥们 把这故弄玄虚考得有点不论不类了 那青色背影沉默了半天 哥们捏着剑纸绝 也有些紧张了 暗暗祈祷吾老六赶进来 我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没想到青色影子突然唱了起 那西湖美景三月天 把哥们整懵了 人家还真吵 这曲心眼还是怎么的 我都明显不上当了 该干啥干啥呗 故弄玄虚障隐隐呢 好像唱了西湖美景三月天 我就能相信你是小青似的 他是个傻子吧 不过到了这倒霉的地方 乌老六消失不见 黎玲他们救我也需要时间 既然对方如此配合我拖延时间 那我还客气啥 配合着装傻还不回应 哥们就静静的欣赏完了 这一曲西湖美景三月天 唱得有三四分钟 那真是一点音都没落下 那之类的都给我唱全了 我愈发确定 以我上钩的青色影子是个傻子 唱完之后 还问我呢 这回你相信我是你亲戚了吗 啊 有点意思 不过我亲戚还会唱二人传呢 还最拿手小白年 你再给我来一首呗 你要是这回唱 我或许就相信了 你要是不会唱小白年 凭什么 你就说是我亲戚 青色影子真是个傻子 我都这么说了 啊 他沉默着片刻 真特别唱起小白年了 还唱得一般一眼 听得哥们都忍不住 我跟着哼哼两句 唱完小白年 压得还不转身 对我说道 这回你相信了吧 嗯 有七八分信了 不过我清姐最近呢 又学了一首 《假如爱有天意》 你要是会唱 我就真的相信你了 青色影子沉默片刻 又唱起来 唱完问我这回信了吗 哥们摇头 哎 你再给我整一首呢 黑豹的 无地自容 黑色的影子终于反应过来 哥们是戏弄的 勃然大怒 把猛的转过身来 也不装容神秘了 但仅就是一颗狗头 白色的狗头 刘牙尖利 却长着一双人的眼睛 特别猙獰 脑袋像是在药水里泡烂那种感觉 直流黄汤子 眼魔就这德行 哥们第一个想到这玩意儿 应该就是眼魔 那狗头凶狠地盯着我 嘴里说的还是小青的声音 你敢戏弄我 真该死 都特麻兴半个小时了 才反应过来 我该说什么好呢 蠢还怨别人 真是有狗一说的 狗东西反应虽然慢 动作可是不慢 飘忽一下子被我来了 张开狗嘴要咬我 女人曼妙的身躯狗头 还学人说话 哥们儿当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 对着鸭就是一剑指 大声念诵咒语 这请出手 北地受魂 机器如零零 剑指加上咒语 狗东西真是挨一下子 绝对让他好受 哥们儿看准狗东西飘忽过来 露出的空隙 剑指就像他肚子上狠狠的戳去 这下用足了力气 快的只在眨眼之间 但我没想到 这一指就要戳到这鬼东西的身上了 这狗东西却像是早就预料到了 在空中扭动身躯 避了过去 一指落空 我暗叫一声不好 身体被自己这一指向前带了一袋 都说一空隙 狗东西趁着这个空灯 狠狠朝我后背抓了一下 妖魔鬼怪有三大发宝 头发 牙 指甲 甭管是什么玩意儿 指甲都长得跟那小刀子似的 这狗东西也不例外 跟没了假数的 尖了一波说 上面还冒着绿油的那种光芒 哎呀 哥们哪敢被他抓呀 好在这两年锻炼得也差不多了 一指虽然戳空 却并没有积极停住 而是顺着自己向前这么一袋 脚尖一扭 左胳膊向后猛的扫 这下加上先进的力道又快又狠 狗东西没想到哥们一指掏空 还能变回方向 被我一胳膊肘给扫飞出去了 狗东西砰的一声摔地上了 摸眼明头响亮 本事就这么回事 那哥们还能顾及什么 一个进步冲过去 又是一道剑指绝 想要对那狗东西再来一下 没想到 刚转到树后面 却见吴老六伸头朝我这边看 我靠 刚冒充完小青 又开始冒充吴老六 哥们这叫一气的慌 一点都没个气 照吴老六那双贼眼睛戳去 啪的一声就戳到了 我感觉手指一软 吴老六嗷的一声 蹦高高就骂 哎呦 徐了 你特骂的要气质灭祖啊 装的还挺特骂像 哥们宁笑一声 直接给吴老六来个测踢 吴老六倒着飞出去啊 高声喊 去啦 你到底不到 哎呀还敢骂我 哥们振奋精神跟过去 对着刚摔地上的吴老六 啊 踢腿就是一脚 哥们这脚相当的狠 把吴老六都踢飞出去了 老鸭挺的一声惨叫 刚想爬起来 哥们上去又来一剑纸绢 把吴老六打到地上 直滚呢 嚷嚷 徐了徐了 别上脸 不是打不过你 别逼我动手 都被我受伤这德行 还敢还嘴 那哥们能关着他吗 一个进步过去 还是禁止绝 吴老六挨了几下 狠得学乖了 就地滚躲开我的一戳 手里多了个招魂帆 朝我砸了过来 这是地府的招魂帆 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你傻呀你啊 我不是你师父 早特麻还手了 招魂帆阴气森森 不像是假的 难不成压得还真是吴老六 哥们小心翼翼的 用脚尖试探了一下 赵魂帆 冰寒冰寒的 不像是假的 再看吴老六 那鼻青脸肿 那德行不像是假的 可要不是假的 跟我较劲那狗东西去哪了 还有 我看见吴老六在怀术后面 难不成压停的 早就到了 躲一边看戏呢 这事吴老六干得出来呀 我越发相信他真是吴老六了 忍不住跳脚对他喊 既然你是真的 你刚才就好意思看着我 被那狗东西动手 你去不设来帮忙 吴老六那张老脸 那皮质厚 无尽罕见的 不红不白 我那时 刚到 想着 打那狗东西可措手不及 不曾想 你跟了过来 伸手就打 徐月浪啊 你这猫猫操操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改 我确认是吴老六了 这种自己有错还能推给我 说我不是的 也只有吴老六这个老毒子能干出来 我忍不住苦笑一下 哎呀 刚才那狗东西啊 被我踹着树后面 你就没看见啊 就没拿下那狗东西 吴老六无奈地撞 哎呀 我刚到这儿 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身头那狗东西撞了过来 吓我一跳 等我反应过来 那狗东西就没了 你不能怨我 好吧好吧 我相信你是我师父了 不过师父 这里什么鬼地方 咱们怎么出去 吴老六沉思了一下 开口道 这里是赵体柱的梦境啊 被那狗东西完全控制住了 我本是阴神 被他眼珠拽了进来 你小子是神魂出窍了 啊 也不是不能回去 用奇异门遁甲 说着话 跟编戏法似的 手里多了一只秃头毛笔 黑的朝秃头毛笔上 秃了口唾沫 蹲在地上画了起来 嘴里还念叨啊 阴阳顺逆妙难穷 二只欢乡 依久观 奇门遁甲哥们懂得不多 可吴老六念的这歌诀啊 我也知道 好奇地问 是吧 这是不是奇门遁甲的 烟波调走歌吗 啊 你念他干什么呀 这个我也会呀 吴老六斜着看我一眼 这是奇门遁甲的入门歌诀 其中精髓都在其中 你不是一直埋怨我 没好好教过你吗 这回师父教教你 你基础太差 一定要好好听 好好记 好好改误 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行课呀 哎呀 简直的我就 吴老六这老独子 是要干什么 拜师两年多了 从来没指点过我一句 今天落到别人梦境里 还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要教也是出去再教啊 真他妈的不着调到家了都 不是 我说师父 咱们能有点正事不 别扯那没用的 赶紧想办法 出去才是正经啊 你要是真想教我 等出去你好好教 我也好学 你看怎么样 吴老六没答理我 还来劲了 朗诚的念 一千八十当时至 太宫山城七十二 吴老六不紧不慢地画着 我就实在是没耐心了 着急地问 你能画快点吗 好了好了 这就好了 吴老六画完最后一笔 站直身子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 挺老大的九宫八卦图 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图画得十分惊喜 方云之间浑然而成 像是用制图工具画出来的 红色阵法在月光下显得神秘莫测 我纳门 我纳门 吴老六吐了口唾沫 在这秃头毛笔上 画出来的阵法咋还是红色的 难不成老鸭挺的 吐的是舌尖血啊 鸭的就是阴神 还能有血 我好奇地去看 吴老六 他还以为我经反他的本事 高强呢 特别装实三的 对我说 朗儿啊 道家玄妙都在浮屠之中 若是学得好了 通天实地 也不是什么难事吗 我 我忍了 看着地上画出来的九宫八卦图 疑惑地问 接下来做什么呀 一颗为师躺在阵法中央 头向南 脚向北 师父我做法 念诵咒语 就脱了这梦境啊 我有点犹豫 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他就是吴老六 虽然八九不离时了 可万一呢 不是呢 要是他想把我 又进阵法当中呢 哥们没吭声 绕着地上阵法 转悠了一圈 确定是九宫八卦图 没有什么阴邪地方 吴老六见我不相信他 怒道 你还是不相信我 是不是 要不你把这口诀交给我 你先走 我随后跟你回去 小心无大错呀 吴老六冷笑一声 对我道 哼 许老 别特别不知道 好歹 我身上好歹 还有道法 你神魂出油 是被硬拽进来的 能剩下多少道行 不是我吓唬你 要是天亮之琴 魂魄回不去 你就危险了 我要是不帮你 催动奇门遁甲的阵法 你能出去吗 这时候 你磨叽什么 我正想跟吴老六说 哥们剩下的道行不多 也能打着你满地找牙 还给我嘚瑟 不过吴老六说的也是有道理 毕竟哥们对奇门遁甲是门外汉 不可能老独子教我几句口诀 我特怕的就能够立刻飞天伦地 就像当初老独子给我那本书 我连字都不认不全 有点大爷 老鸭听得要是真走了 剩下我可就是有点操蛋了 我琢磨了琢磨 对吴老六说 师父 那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在随动阵法 不是不相信你 是那狗东西能随意变换 之前就变换成小青的模样 可这框我来着 估计是不知道小青的模样 还是狗头 你也说过 赵底柱的梦境 被那狗东西给操纵了 那他知道你长啥样也不难啊 何况那张苍老的脸 随便冒充一下 很容易 跟吴老六打交道就是麻烦 这通嘴皮肥的啊 好歹算是说服了吴老六 压得有点不耐烦了 对我道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我不怪你 我离你远点 你赶紧进来躺下 我先送你出去 说着话向后边挥了几步 离得差不多有三十米的距离 哥们这才放心 这个距离真是有点啥事 我也能够有个反应的机会和时间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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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